一提到我们东北,就会有人说是苦寒之地 但是你知道吗,中国人每九碗饭中就有一碗来自于我们黑龙江这个苦寒之地 这主要得益于我们黑龙江的黑土地 有很多南方朋友对我们黑龙江的黑土地很感兴趣 想让我介绍一下 这州就是我们黑龙江省的黑土地保护州 黑土地非常珍贵,被称为耕地中的大熊猫 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世界上只有三块正宗的黑土地 有乌克兰平原,美国的密西西比平原 还有我国的东北平原 还有一块红化的黑土地,位于南美洲阿根廷的潘帕斯平原 但是红化的黑土的肥力不如黑土 所以它不是正宗的黑土地 第二点是,全世界的黑土地面积不但少 而且黑土属于一种不可再生资源 黑土的形成条件非常苛刻 形成一厘米厚的黑土大约需要400年左右的时间 第三点就是黑土地比其他的土地要更肥沃 所以它产出的农作物营养价值也更高 我们黑龙江是东北黑土地的核心区 全省的粮食总产量连续13年 全国排第一 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耕地面积大 其实我们的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并不高 去年,全国的耕地 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上海排在第一位 我们黑龙江还不如西藏 我们排在第23位 土地本来就肥沃 再加上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第一 所以粮食品质自然就好 这个咱们平时吃饭的时候就能尝出来 像我在南方待过一段时间 南方的气候啊景色啊确实不错 但是粮食我确实是吃不惯 我吃南方的大米我感觉发梗 不如我们东北的大米软糯香甜 还有南方的苞米吃的是又脆又甜 我就喜欢吃我们东北的又黏又甜的这种苞米 黑土地这么好 但是现在面临的危机就是 黑土地越来越少 越来越薄 退化非常严重 甚至有人预言50年内 黑土地将彻底消失 粮食危机正在逼近 主要原因就是来自于水土流失 2019年的中国水土保时公告上 有具体的数据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连续几十年的大规模的高强度的 开垦种植黑土地 使黑土地的损耗巨大 所以保护黑土地非常紧迫 保护黑土地就是保护我们14亿人的饭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